可是啊,就在这个时候啊,诡异的事情发生了,只听着呀,这大型皇帝的子宫当中啊,像放爆竹一样,噼噼啪啪的,有燃烧爆炸的声音,并且呢,随着这火势越来越大呀,升起了五彩的烟雾,走进古迹讲故事,您好,我是昆仑刘石,今天呀,咱们要聊的呀,是这顺治皇帝和这景山寿皇殿的故事,我想啊,很多好朋友都知道, 这顺治皇帝在哪啊,顺治皇帝啊,就在紫禁城的后身,景山的北侧,他就建在这北京城的中轴线上,这顺治皇帝和顺治皇帝有什么故事啊,说实话啊,这顺治皇帝在顺治皇帝活着的时候啊,是一点故事都没有,他们之间的故事啊,都是在顺治皇帝死后发生的,因为顺治皇帝啊,就是在这顺治皇帝的月台上被火化的,我是从来不和别人争论, 这顺治皇帝啊,到底是出家舞台山,还是死于天花的人,因为我个人坚信呢,这顺治皇帝是病死的,也就是说呢,他死于天花,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,越是读史书呢,我呢,就越来越觉得,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们呀,没有让我喜欢的,我呀,也只能是简单的把他们分类, 谁呢,言于律己,谁乐于助人,谁呢,对父母孝顺,谁对爱情忠贞,您想啊,这皇上一生啊,他不是就姨媳妇,所以呢,如果这位皇帝对爱情忠贞了,那他自然对家庭就有不负责任的地儿, 这顺治皇帝就是这么一个人,他呀,独宠董厄妃,所以呢,对他后宫的其他嫔妃,乃至皇后啊,都不是很喜欢,所以啊,根本也就没有做到,作为一个丈夫的责任,自从这顺治十三年的八月十五日,董厄妃一入宫,那,这就是后宫所有嫔妃,包括皇后的噩梦开始, 顺治皇帝自打第一眼看到了董厄妃之后啊,就被董厄妃深深的迷恋住了,咱们只是推测啊,因为这董厄妃的画像啊,没有流传到今天,所以呢,咱们也不知道啊,是因为这董厄妃这小模样长得俊,才惹得这顺治皇帝啊,对他一生的钟爱,还是这董厄妃那天生呢,就是人好心灵美,这顺治皇帝见着他就顺气,所以啊,才那么着钟爱着他,得了,咱不才, 猜了啊,咱们就暂且认为啊,这两方面都有,但是呢,这样啊,那就对其他的这个嫔妃和皇后太不公平了,虽然啊,我坚信这顺治皇帝是死于天花,那么为什么坊间是如此多的传闻,他是去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呢? 说到这事啊,还和董厄妃有关系,因为这董厄妃啊,在生前啊,堵信佛教,顺治皇帝之所以信佛呀,首先呢,是和他的母亲,孝专文皇后,信佛有关系,其次呢,就是因为他爱恋的女人,董厄妃也信佛,我在这儿得虚微的跟您解释一下啊,您像啊,这清宫里信佛的人可是不少, 您比如说吧,孝专文皇后就信佛,顺治皇帝呀,都出了家了,那肯定也是个佛教徒,再有呢,后世的您比方说,这康庸前三位皇帝呀,都是啊,信奉佛教的,不过呢,您心里得明白这件事啊,这统治者如果是偏信哪个宗教啊,他无非是认为这个宗教啊,对他的统治有帮助,他和大尾巴老百姓不一样啊,把自己的所有寄托, 都在这门宗教上,可是这顺治不一样啊,顺治皇帝那可是一名真正的佛教徒,话说,在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,深受着顺治皇帝宠爱的董厄妃呀,撒手人寰去了,作为这个皇帝老公啊,那顺治皇帝对他能做的那无非也就是死后追认为皇后,然后呢,风光大葬,不过呢,这董厄妃呢,首先是按照这个满族萨满教的传统葬俗火化的, 并且呢,在佛教里,火化也是佛教徒所追求的最高藏俗,您看佛陀缘继后,不也是被火化的吗? 因为对董厄妃爱恋的缘故啊,这顺治皇帝在董厄妃死后啊,就一蹶不振,说实话啊,这哥们真出家了,顺治皇帝啊,有个一师一友的好哥们, 这哥们叫什么呀?这哥们啊,叫毛希森,是个和尚,他怎么就一师一友了呢? 因为这毛希森大师啊,他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高僧,可是他的年纪啊,实在没比顺治皇帝大几岁, 在一次法会当中啊,这顺治皇帝劫持了这位法师毛希森,在这之后的聊天问禅当中啊, 这顺治皇帝就发现,这毛希森大师啊,那绝对是一名友道的高僧,与大师交谈,让皇帝受益匪浅,解惑了平时的很多疑惑, 于是呢,这顺治皇帝啊,就决定拜毛希森大师为师,并且啊,他心爱的妃子董厄氏过世以后啊, 就是这位毛希森主持的火化仪式,不但如此,董厄妃过世以后,郁郁寡欢的顺治皇帝, 还经这个毛希森剃度出家了,虽然这顺治皇帝出家五台山呢,那纯书扯淡, 但是这皇帝在宫中的时候,真的剃度了,有一本书啊,是毛希森的学生写的,叫《五灯全书》, 这里边呢,详细的记录了毛希森为顺治剃度,并且呢,为这董厄妃与顺治皇帝举行火葬仪式的所有故事, 顺治皇帝得到天花驾崩了,毛希森呢,他并没在北京,他在南方讲法, 他也得知这个消息之后,立刻赶到了北京城,为什么呀? 他知道啊,这顺治皇帝对他肯定是有遗嘱的,果不其然呢,这顺治在遗嘱中提到, 自己身后的火化仪式啊,一定要让自己的这位上师毛希森主持, 就在顺治十八年的四月十七日,顺治皇帝死后的一百天以后, 顺治皇帝就在景山的月台上,由毛希森法师主持举行了火葬仪式, 可是啊,就是在这火葬仪式上啊,灵异的事发生了, 话说这一天啊,正是初春的天气,大反常态啊,北京城那是乌云密布啊, 在这厚厚的云层当中啊,还隐约着有春雷滚动, 这大白天呢,虽然不能说是对面不见人,伸手不见指吧, 那也是非常的昏暗,基本上啊,是没有什么光线, 这满朝文武大臣啊,都期盼着,哎,下点雨吧, 这天象啊,实在是太恐怖了,一旦如果啊, 大雨下来的话啊,皇帝尸身的焚化典礼啊, 可能就会延后,转眼间呢,这时辰已到, 大家都看到啊,笑装文皇后,身着一身黑色的祖福, 非常悲痛的坐在角落上,望着自己儿子大型皇帝的子宫, 八岁的康熙皇帝率领着满朝文武,跪在了月台的下边, 在月台之上啊,大型皇帝顺志的子宫啊, 已经被一堆柴火包围住了,柴堆和子宫上啊,都被淋了火油, 带着这主持大和尚,毛希森一声号令,身边的小沙米啊, 便将火把丢到了柴堆之上, 熊熊大火立刻燃烧了起来,包围了大型皇帝的子宫, 跪在月台下边的满朝文武, 王公大臣那是哭声泥片啊,可是啊,就在这个时候啊,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,只听着啊,这大型皇帝的子宫当中啊, 像风爆竹一样,噼噼啪啪的,有燃烧爆炸的声音, 并且呢,随着这火势越来越大啊,升起了五彩的烟雾, 本来被动欲绝的王公大臣以及后宫嫔妃们啊, 这个时候啊,吓得是大气都不敢出, 跪在地上抬着头,都死死的盯着大型皇帝正在燃烧的子宫, 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 于是乎啊,后世就有两个传说的版本, 第一个版本呢,就是说这顺治皇帝啊, 他笃信佛教,所以这名虔诚的佛教徒原济以后啊, 经过火炼,他的身体化成无数舍利, 这噼噼啪啪的声音啊, 就是这舍利啊,同顺治皇帝的身体分离时候发出的声音, 这五彩香烟啊,就是顺治皇帝的灵魂离开肉体, 飞升西方极乐世界的表现, 这些传说呀都是好话, 不过呢,还有另外一种传说, 说这棺材当中啊, 躺的根本就不是顺治皇帝的尸体, 是谁呀,是替顺治皇帝死了的一个太监, 这顺治皇帝啊,早在头两天, 就购奔五台山的清凉寺出家了, 这太监呢,被毒死以后, 替顺治皇帝下葬, 于是啊,他就冤魂不散, 这些怪异的景象啊, 都是这个死去的太监在捣鬼, 当然这些呀都是扯燥, 中国社会院的大号专家, 大伙都熟识的严重年先生啊, 对这件事情做出个解释, 顺治皇帝死了以后啊, 这光果当中被陪葬了无数珍宝, 这批批巴巴的声音啊, 那正是水晶类的宝石, 遇到高温以后啊, 爆裂的声音, 并且呢, 一些矿物质宝石, 以及皇帝死后啊, 穿着着奢华的炼服, 在燃烧之后啊, 产生彩色的烟雾啊, 那其实是很正常的, 所以按严重年先生讲, 这些个现象啊, 他并没有什么奇怪的, 听到此啊, 大家可能都惋惜这些珍宝, 被无情的损坏了, 但是您可能没有想过, 正是这个原因, 顺治皇帝啊, 在青东陵马兰狱的校陵, 没有被人盗绝破坏, 哎, 原因很简单啊, 里边没玩意儿了呗, 顺治皇帝被火化不久, 他的这骨灰啊, 被装入宝宫当中, 宝宫啊, 就是成亮大型皇帝骨灰的骨灰坛, 被埋进了尊化, 青东陵, 校陵, 马兰狱的地宫, 讲到这儿呢, 这顺治皇帝和这寿皇殿的故事啊, 咱们也就告一段落了,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刘石, 喜欢我的频道啊,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, 您的支持, 是我能持续更新, 为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, 您记准了啊, 自要您长按点赞啊, 咱们是明天准见, 拜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